而另外一个现场来更新的就是梅山村 经过了连夜的讨论之后呢 他们决定尊重个人的意愿 想离开的人就离开 而今天直升机已经载了16位的乡民 总共是13个大人和3个小孩子 离开4个梅山村了 情况如何呢 我们立刻连线请蒋新梅告诉我们 新梅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就在刚刚接近10点钟的时候 大家等待了好久的桃源乡梅山村的村民 第一批人士终于搭乘的直升机 抵达了骑山国中的操场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舱门一打开 首先走下来的是一位行动不太方便 组着拐杖的老先生 他随后在两名医护人员左右参扶之下 慢慢地走下来 跟在他后面还有其他的梅山村的村民 他们这一批人总共有16个人 包括了3个小孩跟13个大人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是 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国小国中年纪 相当年轻的一些学生 以及还有一些妇女 他们下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现在学校的开学日越来越接近了 但是因为美山村目前还是一个道路中断 对外是没有办法直接下来的一个状况 都必须要靠直升机来运输 因此呢 他们是提早下山来为开学做准备 那由于他们当中有一些小朋友呢 年纪还很小才只有国小 因此家长也不放心他们一个人来到山下 因为万一临时有些什么状况 他们是并没有办法立即来下山来照顾他们 因此也有一些家长是陪同他们一起来下山 而目前一人一大早的时候就有教会的人员在 在等待着他们 而他们目前也把他们进接到附近的一个集结点去进行 身份确认了一个动作 而随后就会有接驳车把他们载往高雄市的他们的教会 因为在那边还有200多位美山村的村民在等待着他们 预估呢 今天最多美山村可能会下来30名的村民 因此说目前教会人员也是分层两批在进行等待 以上就是目前现场最新状况吧 现场交还彭女主播 好我们谢谢新梅 但我们来看到有16位的美山村的村民 在刚刚搭直升机已经出来了 我们事实上之前美山村一直在讨论到底要不要撤村 那么如今决定要尊重个人的意愿 因此呢想要离开的人 在刚刚已经有一批做了直升机离开了美山村 我们谢谢新梅的连线消息